我們大家都是同心圍滅 我們都是保持著好奇的這種好奇心意之中 特別好 首先我想說一下摩根先生 昨天下午的時候 我就是Niko還在的時候 我跟那個律師們開會 就是很多很多的事情啊 包括這個活動啊 很多律師 我說國內中國人很在乎摩根這個名字 共產黨內部聽說摩根這個夫人接受採訪 摩根先生在現場被這個小新紅酒潑了以後 繼續留在現場 而且興奮莫名他們相當不爽 因為很多戰友都是個現行思維 很多人沒有注意到當年七哥在北京的時候 叫摩根中心潘古大廈 劉奇對這個摩根這個名字簡直是氣死了劉奇王八蛋 他覺得我是個騙子 然後呢王岐山來的時候開會 你們記著最早的時候王岐山說誰是郭文貴啊 那個奧運村旁邊那個龍頭是誰的啊 是吧 剛來的北京市長是吧 他多牛呢 2003年的時候最火 下面那個就是北京建委主任叫劉什麽孫了 這個孫子給他說 這個郭文貴 賀南人 柳氏積水沒貌 普通話都不會說還裝騰槍在摩根 大家呼唐大笑 就我這個郭文貴這個名字當年六十多歲就沒毛了啊 然後不會說普通話 現在還說美國話了已經 然後呢就是然後打著摩根明一點招搶創騙 王岐山就是給他們收穫了 那個地方花幾百個億 就是這個劉志華這個孫子就是真的相信了 我就是一個六十多歲的河南人 連普通話都不會說的拿著摩根來騙的 就是獲起於蕭牆啊就是這個時候就聽功了 北京建功就因為這種理由就他說不幹了 聽功了 然後就開始你知道我在美國回去的路上 北京市政府把樓收走了 沒有任何人相信我這個樓還能再回來的 那就是死悄悄了 共產黨你想想我去有問題 我當時我就特別有意思 我問當時那個賀國強 是中主部部長 還沒到中紀委當書記呢 賀國強的秘書他說老郭你別忙活了 共產黨已經給你收了 賀國強也給你拿 頭上上手上也給你拿不回來 你想想當時就你七嫂子認為這還是我的 你七嫂子說 他說我相信你 你要的東西你一定會得到的 而且一定會是你的 沒人相信 那時候第一個罪名就是我冒充摩根啊 知道了嗎 這是有多可怕 直到劉志華在那個見我的時候隆重的在賀國強的介紹下 見我的時候在那個整個的北二環 是吧 這個整個的奧林匹克中心那兒見我的時候 哇塞看到我原來這麼年輕啊 就你啊郭文貴啊 如何如何如何的說 你哪來玩兒去哪玩兒就給你幾千目的 他發現我不是河南人 我是山中人 我沒六十多歲 頭上有毛 還很長 是吧 然後就是那一段跟劉志華 然後劉志華事情都發生了 這場較量就跟摩根有關係了 摩根 這位John Morgan先生他有一個叫Miles Morgan的兄弟 Miles 跟我一個名英文叫Miles Morgan 還有一個摩根叫做Chris Morgan 他三個兄弟 但是他是老大 他是整個銀行是他來經營的 現在的摩根的團隊都是摩根先生的過去辦公室的人 現在所有的 所有的 大家要清楚啊 美國摩根和歐洲摩根是獨立的 還是世界 中國銀行世界最大銀行 人家被放一起 放一起連個屁毛都不是 就像路大腦袋說他是世界中國第一大媒體一樣 是不是啊 路大腦袋說自己是世界第一大媒體 社交媒體呢 一模一樣的德行 就是摩根家族跟我的淵源 還有就摩根家族加入GTV當主席 叫摩根先生 人 你看看凱巴斯退掉了 班農被發言掉了 只有約翰·摩根一直在那兒 不走 現在還說幾個現在連蓋塞平台都邀請他來當主席啊 是吧 我可以告訴你 人家的財富放個屁的都比那徐家印錢多 你去看看那個摩根博物館 你看看那裡邊東西人家都捐出去的 那天我給採訪康尼女士 你們知道 大清朝的補儀把整個博物館賣給摩根他家族一百萬美元 還保送到美國 中國人太可憐啦 人家選擇了一部分 剩下的人說我不要了 最後一部分送到了台灣去了 就那一部分現在就是大都會博物館東香郎最多的 我每次去看必看的東西 而且在他的博物館裡面很多 你現在七哥要幾件馬上給 咱新中聯邦建博物館 這馬上摩根家族給咱一堆的好東西 人家拿那東西是啥呀 人家那東西是你想象不到你不可能 因為跟當時的權利和實力是一個結合體 那麽摩根先生支持我們新中聯邦 支持我們系列還支持喜皮 他上電視他第一次接受採訪 他的律師這不讓他說那不讓他說 比如說我問他推特 推特怎麼樣推特說dispure 肯定消失了 這話他在直播都不敢說是吧 第二個他說蓋特一定未來是比較推特大的 這話他也不能說因為他的身份問題 然後說新中聯邦未來一定是全世界 爭相歡迎的金融機構 他一定是的 為什麼 你去看看美國當時多少國家跟美國不打交道的 共產黨才上來幾十年 很多國家不接受共產黨的 那我們的現在不比共產黨不比當時的美國 那當時在全世界的那個證據力優勢多多了嘛 所以這人家不是亂講話的 所以摩根先生那天坐在那91歲上下車SUV不讓人碰 那天來之前在家一個小時運動 你聽說從來沒有每天一個小時 我送他下樓在那坐一下午 上車的時候 老人家自己抓著SUV自己哼上去了 哇塞 我說你真行啊 你看靠近都不太服他的 人家是奧林匹克運動會 反穿冠軍 對呀 人家是冠軍呐 人家傳冠軍在吹牛呐 這種意志 這種關係 你告訴我 這是什麼概念 所以昨天下午跟律師開會的時候 我中國人很在乎摩根跟我狠的歷史 共產黨很生氣 然後呢 我說這個美國這個 可能美國人不在乎 旁邊咱們的美女律師見了你一口 哎呀 他說郭先生你在說什麼呢? 他說你在說什麼呢? 我說美國人不在乎摩根嗎? 他說我們太在乎了 我們很榮幸看到他 他說他也是我們猶太人啊 而且他能來我很驚訝 我很榮幸看到他 把我嚇壞了 因為他也是個大家族 也是猶太人 他就這麼興奮嗎? 結果後來我才發現 那天所有人都過去跟他打交道 都以那天見到他為榮 結果咱小新就拿一杯紅酒給他砸過去了 這小新挺厲害的 既有小王子之後有小新 說帶小字都有問題 小王子啊 小飛象啊 小飛甲啊 小新啊 正義小三 帶小字都改輩吧 人家老頭啥事沒有 老蛋老問我 我是不是給你帶來了不好的運氣? 我是不是讓你們不高興了? 你看看他老擔心 第二天還擔心這事兒 人家沒覺得咱那孩子不對 我說我們的孩子都是 我們的兄弟姐妹不是專業服務的 到你身上也很正常 我說希望你能理解啊 我說你不理解 不過也到你身上了 他就有點笑是嗎? 我說我說我啥事沒有 別讓你們不開心 他興奮 他興奮到什麼程度? 你看我在那兒跟他說話的時候 他說Miles Incredible Incredible 他說了20聲不止 他一分鐘看不到我就著急 Miles呢?Miles呢? 就找Miles 我過來跟他聊幾句 抓著我的手Miles 你將改變這個世界 你已經改變了這個世界 你們就是這個世界的未來 這個老頭可是一句 一定點好話不會說的人 這是為什麼他也接受採訪 康尼夫人說你別讓他接受採訪 他上去採訪都不知道說出什麼話出來的 是吧? 但是他這說話可能讓你不愛聽的 他說他就那麼直 就那麼直 就那麼直 你比如說你第一次我講這個數字貨幣 他說什麼叫數字貨幣啊? 我說我們用的就是你的摩根數字貨幣的技術 什麼玩意兒 他說那靠譜嗎? 然後我說靠譜靠譜 你老婆也搞這個數字貨幣你知道嗎? 你問你老婆去啊 他說他就這麼說話就這麼直 後來就每天他比我還感興奮數字貨幣呢 但是呢就那麼直 一句跨人的話一句什麼話都會說 一句廢話都沒有的人 就那天說了這麼的incredible unbeliev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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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change the world the world change by you 然後最初還沒打名 然後說you save my life you save my life 他說跟這個相比什麼都不算 you save my life 就一直說 然後他看到咱戰友說 你從哪找這麼多不從中國人 我怎麼從來沒見我們這麼多中國人呢 小溪 小溪 小溪砸在身上 小溪很可愛也很漂亮 她說這個姑娘很漂亮 哎我說別讓Cony知道了 是吧 小溪砸了一身酒 他還講天氣小溪好看 真是夠色的啊 我說你老實點吧 為什麼那麼多好看的姑娘 為什麼那麼多帥哥啊 就是眼花撩亂 她幸福到不行 你看到她是最後一個人走的 你能想象到嗎 正經理口 就這些事情你說成不成功 然後她對這個辦公室 那塊都是她們家族控制的 說這個地方可了不得呀 啊 她在這塊兒講 她說新中文聯邦要在麥哈頓 有很多這樣的大樓 哈哈 然後還給我提醒 讓我們這話不敢說啊 說了你們覺得你倆瞎趴一下 然後給我提議 麥哈頓我建議你這樣 我建議你這樣 他可不是跟那個一般 像班農人建議 他每句話都是深屍屬立的 抓住我的手 你看他給我說呀 不讓我走啊 就給我說建議 然後你的數字貨幣該這樣 拿這個國家的證件 然後你要建一個這樣的這個 把我嚇一大跳我沒想過 我說你真是金融家 我發現這個建議很好啊 他說你們所有的人不但勇敢 你們不但會成功 而且你們會改變世界 他說這就是我當年的感覺 就看了沒有 這就是我當年的感覺 最後你知道一個當年是一個最壞的律師 當時的羅斯福給情人的信 他給拿到以後 他就敲詐羅斯福叫羅斯福查他爺爺 查他爺爺 他爺爺最後就是死了 就是SCC叫他死了 最後他的哥哥就是他家人 他父親這一代的人找到了這封信 後來就那個威爾遜嘛 威爾遜也幫助來弄這個事情 威爾遜也是被威脅的 威爾遜也是這個也是一個 威爾遜是羅斯福一個情書 被這個威脅的 當時他全家報了仇的 我剛剛問我你們報仇了嗎 他報仇了 最後把這人全部幹掉了 而且這些這兩個家族 在他們摩根家族上了黑名單 而且他們家摩根在歐洲崛起 當然你知道羅斯查爾德他們是一起搞起來的 然後美國的十二家銀行入了這個美聯儲 他們家並沒有美聯儲 但他家始終是最大一個 而且把歐洲美國給分開 那個律師 二戰美國接加入的 二戰就跟那個律師有關係 那個律師竟然搞出個世界第二大的鋼場出來 就爲了發動戰爭 這更誇張 是很血腥報仇的一個歷史 所以摩根家族就是成立他們全家這個戰士 所以 因為JKOP 就是JKOP和羅斯查爾德是活著的老大 法國羅斯查爾德和德國羅斯查爾德都不是最大 最大的就是管金融 JKOP就是跟我照片那個 就是咱們的最好的哥們 還有他 他是91那個是97 這都是我的哥們 所以你們多年輕 你看那文保老奶奶 我都75了 你在我面前你是小孩好不好 我的所有人都是90以上 從90開頭來 你才7次開頭早上呢 對吧 你想這都是世界最牛的大佬 日本的和偶人你知道多大了嗎 103歲 53個孩子 5個合法的老婆 5個合法的老婆 50個不合法的老婆 53個孩子 就是我們的投資者 老人家天天看我們電視 你說那個老奶奶算什麼呀 是不是 你們都是太小孩急的了 是吧 所以說那天那個直播 你看到摩根先生摩根夫人來 摩根夫人第一次接受採訪是家庭通過 第二他講的每句話他是很嚴肅 第三摩根先生全程到完 對整個的咱們的這個現場的看 和連續參與兩年 和始終保持在我們的金融圈裡面 這對在西方世界的我們來講 他的意義之重大 是任何用語言無法形容的 更重要的事情是對共產黨來講 這絕對是個噩夢 因為他到哪兒就回我們的時候 這個摩根先生就像我昨天跟律師開會 他們都榮幸到不得了見一面 人家是給我們背書跟我們在一起 那意義是什麼兄弟姐妹們 我話就說過了 那天在場的兄弟姐妹們 你如果不參加新中國聯邦 你有什麼機會見到一個活著的摩根家人呢 幾乎永遠不可能 小心再活一千年 活成狐狸精 他也沒機會把紅酒砸到摩根身上去 小心這一輩子幹了最大一件事 就是拿紅酒砸了摩根 他到處他給寫無數個書了 我當年拿紅酒砸了摩根 是吧 而且砸完沒事兒 而且還拿露子查爾德的2005拉菲砸到摩根 那就更牛了 是吧 在哪砸的 是在餐廳嗎 不是 在我們自己的地方 拿什麼酒砸的 是不是一塊錢的麵酒啊 不是 我用的是一百多萬美金的一瓶 非商標酒 羅斯查爾德 沙特拉菲砸了摩根 小心吹牛吹大了 是吧 如果沒加入新中央聯盟 不會沒參加爆料革命 你永遠沒這個機會 而且就跟你同呼吸就在一起 人類的金融的鼻祖就在一起 我今天告訴你們第二個當現場的秘密啊 那天現場就是有羅斯查爾德家族來的人 以保鏢的身份是在現場的 全程在現場看我們 他是跟摩根先生人家是很熟的 好 這是第二個秘密說完了 說那天你看著我 我是在那裡很緊張的 沒有只有我一個人知道 任何人不知道 他戴著口罩先保鏢在那裡晃來晃去 從頭到尾的看 好 下一個問題 謝謝